今天下午的最近消息 主機處最新公布了去年全年度的GDP 經濟成長率是1.4% 這次創下了14年來的新低點 今年的狀況要看終端需求 什麼時候回溫才有可能會帶動這些投資的意願 可是對於很多企業來說 他們現在缺人的問題很難解決 包含住宿科技還有金融業 現在的人力缺口竟然有17萬個 市場人潮絡繹不絕 員工切年糕手沒停過 老闆更是一次對付好幾個結帳客人 農曆年前各行各業都要加碼充業績 出現高達17萬的人力缺口 其中多數落在住宿餐飲物流和金融等服務業 恨不得我有事失手 真的忙不太過來 就是你可能一次要雇兩三個人的東西 然後你不能忘記他的錢要多少找 然後有些人要跟你殺價 廣州人才不過根據統計企業的加薪狀況 卻是意願高幅度小 有超過五成業者願意調薪 但平均薪資僅調3.8% 餐飲業員工吳小姐也說過年人力吃緊 工作量大增 薪水卻沒跟著變動 民眾哭不堪言 蠻耗體力的 一個人是要做蠻多份的事情的 就可能你要結帳啊 然後到送餐 一個月如果只加幾百塊的話 其實以現在通膨的話我吃一個便當就沒啦 只能說目前景氣仍是慘慘慘 逐季初公佈2023第四季GDP為5.12% 不僅比11月預測少了0.1% 2023整年經濟成長率更只有1.4% 包二失敗創下14年來新低點 主要還是來自於固定投資比我們預期的來的差 減幅最大的其實是這個機械設備投資 那主要是因為這一季 資本設備的進口比去年統計減少了28% 薪水漲幅還是不夠新年景氣要好 恐怕也得再等等 財經驗最新公布202312月製造業景氣燈號 指數雖然從11月的10.85 升高至12.41分 但燈號仍連五個月呈現低迷的黃藍燈 形式景氣要好轉 恐怕還得再等一等 東森財經好好轉囉 東森財經好好轉囉 東森財經好轉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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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 故事直播